废弃物违法堆滞当然是不行的 那接着要来看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就是很多回收物要如何来清运 对民众来说真的也是一大压力了 根据统计大约有三成的就医回收 现在是进了焚化炉 台中市议员林德宇就建议环保局 是不是能考虑转废为能 将就医变成电能减少垃圾量 而另外一方面市议员林奇峰也提出了 垃圾清运业者不断涨价 垃圾车犹如变成运钞车 要求环保局定天花板价 垃圾车要进到焚化厂得要慢慢排队 导致民间清运业者不断寒涨 社区大楼传统市场 大家都叫苦连天 社费涨价我想已经涨了大概两三年了 这个业者就把我们的垃圾车 垃圾清运车当成运钞车 从这个社区开始 这个垃圾被弃单 不是要涨价 就是用种种的理由 这就是不断的起序 每个人起序 这个业就是三个环保局 垃圾车竟然成了运钞车 明代要求市府要管一管 订出天花板价格 不能让民间清运业者漫天喊价 我们做民众的后盾 只要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处理 因为他们都有跟我们切结出 如果哪一个业者涨价 我们就协助他们收垃圾 所以我们做民众的后盾 做大楼 确定是这样子做吗 确定 所以以后我只要遇到社区 市场 摊商 甚至于是这个卖场 只要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马上跟你讲 环保局强调 绝不允许业者随意调整价格 只要业者以拒收垃圾 为要挟涨价 环保局会协助民众轻运 而要减少垃圾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它变资源 市医袁林德宇说根据统计 约有三成的就医回收进了焚化炉 可利用资源变成垃圾烧掉 对焚化炉也是一种伤害 要求想办法转费为能 将就医作为固体再生燃料来发电 环保局回应 市府会将可以再使用的医务 透过社会局给有需要的民众 至于转费为能这部分 市府还在努力中